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讲师高诺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学过了 流程控制中的分支结构 还有循环结构 以及顺移结构 对不对 对 那前面就是过程化开发的一个开始 那从这几个开始 咱们学习一个新的知识点 什么呢 也属于程序的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开发 叫做函数的应用 那这件事呢 咱们主要是认识函数和函数的在开发中的作用 好吧 那妹子 比如说咱前面呢 在内学函数之前说过 如果你上班 从早上到公司大概分几步 对上班的一个流程 早上起床 起床 洗漱 洗漱 上卫生间 上卫生间 对 然后坐车 然后上班提了 吃早饭等等 那代码不光是这一步一步写出来的 听什么 那比如说他吃饭的妹子吃饭 当然大家可以约妹子吃饭 那吃饭的这一个环节有可能有十条代码组成的 是这样的吧 那如果每次妹子吃饭都写这十条代码 你觉得代码会是什么样的 对 代码会大量的重复对不对 而且不容易怎么办 最程序不容易扩展和维护 对吧 比如说妹子今天早上吃的是动物脑油条 对吧 那假如是写了十条代码 那你每天在早上假如程序写这个吃饭过程 都写这十条代码 对不对 那突然有一天妹子口味变了 对不对 早上吃鲍鱼烟窝 对吧 那你想象一下 那你在每次吃饭的地方 那吃的代码是不是都得改了 程序不好维护 那我都说用循环 这样没规律的东西还不要用循环 对吧 所以咱们又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函数 函数是怎么定义的 我们来看一下 函数的定义就是 一段完成指定任务的 以命名的一段代码块 看好 是一段完成指定任务 然后以命名的代码 你可以把任何一件事 看成是一段代码块 这段代码块 如果还想要对功能就重复拿回来执行就可以了 听什么 这就是函数的作用 把你前边代码积累下的东西 看一下哪些是一个能完成独立任务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就把它怎么办 封装成一个函数 然后可以反复使用即可 那这就是我们讨论的函数的作用 比如说 假如说咱们想开发一个游戏 我用一个图来画出来 对不对 那一个游戏呢 比如说 有这个人 假如说是RPG游戏 就角色扮演游戏 对不对 一个人有走路的过程 对不对 然后有遇到小怪兽的 对吧 他有打小怪兽的 对吧 有加分的 有逃跑的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想象把所有东西 如果遇到一件事就用一个代码写 遇到事就用代码写 对不对 那整个游戏代码肯定很膨胀 对吧 所以把整个游戏按功能去分类 对吧 只要是完成什么一个指定任务的 那就是一个代码块 想法图就用 比如说 这块有这么几个 我这随便画几个 比如说这块 有一个要精灵 有个走路的方法 对不对 就是闲过 对吧 然后有一个打架的方法 对吧 然后有一个加分的方法 不好意思 有个加分的方法 有个 逃跑的方法 逃跑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 加写 就是升级的方法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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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多功能 对不对 平时咱们在开发的时候 这些功能 咱们就不算不做函数 咱们也能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是不是 可以的 但是呢 怎么的 就比如说 前面咱们打印那个表格 打印十个表格 或者八表格 遇到一个表格 我可以打印一个表格 对吧 这代表量是 大量的存放 对吧 那把打印表格这个东西 如果我就做成一个函数 一段完成指定任务 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些 是不是都完成指定任务的 走路是一个固定的任务 对不对 打架是不是一个任务 加分是一个任务 逃跑是一个任务 升级是还是个任务 那这些任务 我都可以把它怎么的 看成一段指定任务 把它做成独立的代码块 那这样的话 游戏 我们再把它串在一起 你看 一个人上来之后 一开始游戏 他开始走路闲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走着走着走路 遇到一个小怪兽 怎么的 他就开始怎么的 打架 对不对 如果打败了 怎么的 逃跑 对不对 然后再走着走 又遇到一个怪兽 干嘛 他是不是又打架 你看这个打架代码 是不是就可以重复利用 对不对 然后打上了之后 怎么办 对 加分 对吧 加分之后 不仅加分 怎么的 看着升级 对不对 然后又继续走路 对不对 然后又碰着另外一小怪兽 又打架 对不对 又没打过 逃跑了 对不对 然后再一走着走着又遇住了 又打架 对不对 又没打过 又逃跑了 然后又走着走着又去打架 然后又成了加分升级 对吧 过来 看上去很乱 对不对 但是这个游戏 无非就这么几个任务 走路 打架 加分 逃跑升级 对吧 那我把它独立写 写好之后 你想要咱们一个主程序 是不是可以任意的去调用 对吧 那这样的成为有什么好说 首先重用性能够提高 对 那比如说打架这个动作 只要一打架 你调用这个代码 比如说这是用100条代码组成的 对吧 那只要打架 我就调用那100 它是一个独立整体 对不对 你就不用再写100条了 只要用一条代码 就能让它迷行 那这一条100条代码 是不是就执行一次 你在整个游戏生存中 你打了100次架的话 那这个又可能调用100次 对吧 所以呢代码的可重用性 是不是提高了 对吧 然后结构化上 是不是也好了 把任务分配的给这么几个函数了 是比较清晰了 不然代码是不是冗余太大呀 对吧 所以它的好处有很多 咱们这里边有个总结 你看一下 控制程序设计的复杂性 对吧 如果你不把相关一段指定任务 把它命名成一个代码块 然后去反过调用的话 你想想你的程序是不是很复杂 对吧 那命名成指定任务的话 成员复杂性靠了 提高软件的可靠性 看一下 把所有的东西都分配到这里边了 这个软件的指量是可靠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比如说一个公司 像有一百个人或什么 你不给他分部门 不给他分工的话 那每个人什么都干 是不是可靠性就差了 对吧 那这里边 你只要把打架的一个算法写好 那成员的指量 只要是打架 就到这个方向里去找 对不对 可靠性为提高 然后再有提高软件的开发效率 因为你不容易重复写代码的 对不对 你遇到一个功能的话 这有一个功能 是不是就可以找了 对吧 那还有提高软件的可维护性 你想想 可维护性在哪 现在比如说打架的方式 原来是用拳打 对不对 泰拳的方式 现在改成台询道的方式 你再改成中国武术的方式 那只要是在软件升级或者是改版或者是修改的时候 只要把打架的内部的这一段指定任务代码一修改 是不是所有用到打架的地方 怎么呢 通通的都换成了咱们那种改新改的格式 对吧 如果你一百个地方用写了一百份的话 是不是一百个地方都在改 对吧 现在咱只需要改一个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代码的重用性 对吧 这点是很重要的 能让系统什么 能让这个重用的功能 发布执行 对不对 所以呢 原则就是什么呢 只要是一个独立的功能 哪怕那独立功能 由一两条代码组成的 咱们也把它看成是一个结构体 就封撞成一个函数 命令名 就是什么 所以说 咱们如果是过程化开发项 当然后边咱们还会讲 面向对象的思想去开发 如果是过程化式的开发项目 那么大家就需要把你的系统设计一下 把所有的独立功能都包装成函数 只要这几条代码调入两次以上 就必须得体验成 用函数分光 咱们才去调入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极构化变成指的就是 所有东西都包装成函数 现在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构体 OK 那这样的话 咱说一个函数就一个功能 对不对 那假如说 你现在已经有了100个和1000个 已经写好的函数功能 对吧 或者几千个功能 那么你写程序是不是就像搭积木一样了 遇到什么功能 现场的有关 一掉到手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什么 系统函数 那PAP系统函数提供有多少呢 怎么也得有几千个 对吧 也就是你在没招的情况下 什么就没招了 你这个东西 比如说在实在自己写不出来的情况下 对吧 然后你还见过别的程序里用过 这样的话 大部分系统函数都给我们提供了 比如说 那有的时候说 我现在想发送一脉 对吧 那我不懂怎么发送一脉了 没关系 系统里边有个函数 这功能已经写好了 你只需要几条代码一定要用 就可以实现你发送一脉了 对不对 比如说 我想遍离目录 对吧 遍离一个文件夹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没关系 系统也给我们写好了函数 你只要它是一个指定任务 已经写好的功能了 对不对 拿过去用 所以系统里边有几千个写好的函数 你都可以直接拿过来 当成自己功能去用 对吧 所以呢 咱们得开发一个系统的时候 比如说 有百分之二三十左右的 是用自己写的函数 有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 用系统已经写好的功能 你作为程序员 你只需要把系统里边那些功能怎么的 组合 拿过来组合 对不对 然后没有的自己写一些 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项目 听什么 所有的对系统资源的操作 系统里边都有写好的函数 听什么 比如说连接数据库有数据库操作函数 对吧 连接处理文件有文件操作函数 比如处理画图有画图的一些函数 对吧 这些都系统函数 什么是自定义函数呢 就是系统给我提供几千个 但是有一些功能是实在系统没有的 对不对 那你就需要自己开发一些这样独立的小功能 在自己项目里用 这就叫自定义函数 对吧 那大概PSP开发的比例就是系统还是占百分之八十 对吧 自定义函数占百分之二三十 当然根据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业务 这个比例是有所不同的 对不对 咱说 大多数项目的一个平均的是这样的 那用函数的优点就这些 所以呢 最为成员你不能不理解函数 你要不会这个的话 你这些优点你都发挥不出来 因为显示软件要的就是什么 扣上程序的复杂性 可靠性 开发效率 维护性 还有重用性 这些是需要注意的 好吧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介绍这些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 两个概念 说实话就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函数是什么东西 那大家记住 是一段完成指定任务的 一个代码块 听懂吗 这就是函数 一段指定任务的一个代码块 OK 那这个代码块可以反复的重用 对吧 那用这个代码块的好处 就这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 这样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